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已经给中国的外贸外资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8月13号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吹风会上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表示 今年前7个月 中国外贸外资回稳向好 好于预期 任洪斌还介绍了国务院审议通过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 稳外资工作的意见相关情况 今年前7个月 外贸外资回稳向好 好于预期 为六文六宝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出口17.2万亿元 同比下降1.7% 其中出口自4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保持正增长 利用外资5356.5亿元人民币增长0.5% 一批重大的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世界经济下降4.9% 世界贸易组织预计全球贸易下降13%以上 7月29日 国务院审议通过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 稳外资工作的意见 在四个方面提出了15条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完善财税政策 主要包括加大出口信的保支持 针对疫情背景下订单取消延期等情况 积极保障出运前订单被取消的风险 允许外贸企业合理变更 短期限合同相关期限 意见还提出要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提升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支持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 任鸿铭表示 下一步商务部将加紧推动 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解决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 总台阳市记者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